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9月19号的百格大事迹 前天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再度要求尽早举行大选 甚至说水灾也可大选 而这番言论除了遭到反对党人士一片踏乏 如今就连同样来自巫统的通讯部长安努亚穆沙 也加入了炮轰行列 他表示 水灾时不合适举行选举 因为当下可能需要动用更多的政府机关 来拯救人命和财产 最终会影响民主和政府的功能 他提到 所有人都必须知道 举行大选的目的就是更好地实施议会民主 而选举之时 出来投票的便利和安全问题都必须被考量 他补充 如果在不合适的时机举行选举 而且影响了投票率 这会给国家带来不好的声誉 政府会被认为只是代表一小群人而不是代表全民 另外一方面 针对阿莫扎基指西蒙试图拖延大选来争取时间 煽获人民憎恶国阵 行动党夹动区国会议员林丽莹就直言 西蒙不需要诋毁国阵 因为国阵 尤其是巫统 已经长期受到腐败洗钱和刑事失信罪的污染 早就自毁名声了 至于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则一方面抨击扎西 完全无视水灾对人民带来的伤害 另一方面 也炮轰安努亚 令其对含美元贬值只是暂时性的言论 指安努亚的言论是错误 而且不诚实的 林冠英还进一步指 这两人虽然水火不容 却有则共同的特征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与人民现实生活脱节 而且把政治私欲 肆无忌惮地置于人民之上 那么除了林冠英 作为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的 前首相慕尤丁 也对目前的经济困境有话说 他在脸书发文告表示 另极贬值问题没有受到重视 而首相似乎没有解释政府参会采取哪些措施 来阻止令吉贬值 他也称 如果首相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管理经济和国家 那么慕尤丁觉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以便让人民选出一个更有效率 有爱心和没有腐败的新政府 但慕尤丁也补充 他跟巫统阿末扎西施压大选有所不同 因为他还没有去到施压这一步 只是提出解套方案 那么提及大选 前首相马哈迪就呼吁人民出来投票 他今天在脸书贴文指出 如果人民在来阶大选不出来投票 那么很不幸的 国家将由贪污的政党胜出 并且组成新政府 到时候国家将继续遭到破坏 身为祖国行动筹委会主席的他 也不忘呼吁人民把票投给GTA 指GTA是人民在巫统以外的选择 他还说 作为单一族群的政党 GTA将会公平对待他族 并将建立一个多元种族政府 无论如何 首相伊斯玛沙比利今天表示 会在本周三的内阁会议 讨论全国大选和经济管理被指失败的课题 最后来关注 身在监狱中的纳吉他的国会议员身份争议 今天有四个组织联合促请政府废除联邦宪法第48-4C条款 确保被判刑的国会议员在最终上诉结束时 议员资格会被取消 而且不会因为特赦申请而获得展颜 因为根据有关条款 国会议员只要在被定罪及判刑的14天内 提呈请愿书寻求特赦 那么议员的资格保留与否将在请愿书结束当天才生效 而这四个组织包括了国民省决运动 大马反死刑与酷刑组织 我是马来西亚之子以及WH4C 他们认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纳吉的特赦申请甚至可能多年都不会被处理 另外他们也要求政府取消或者是减少在任职期间 被判刑事罪名成立的部长议员或者是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权利 今天的百格大事记道次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